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中文学会主持的一个校园电视节目 有两个吴礼班的同学在我身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劳嘉豪 大家也看到我们桌上的材料,很多五盘绿色的线 可能都猜到我们稍后会做些什么 高中的中文周,我们也做过成结,我们也做了一只蜻蜓 今天我们会做些什么成结呢? 不如让我说云去介绍一下 我们会制作梅花结 梅花是在洪东之中,动物相续的植物 它和松和竹组合成为水红三绒 除此之外,梅花的花羽是坚强高硬 派南梅花这种不卧的精神是豪文强 以致就好着提醒我们,要趁事由到自从不适 并且北京一番红切骨,枕得梅花扑鼻腔 中路同学都快要认可DSE 希望他们经历过山苦的更换,就得到欢声成果 是的,两位同学都说得很好 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这个成结的制作方法 为每一位同学打气 我们今天有什么材料需要准备? 材料很简单,只需要一条中谷石 和一枝胶水 对了,在镜头面前的同学 我想你们手上都会有一条绳子 和一枝胶水 你们可以轮着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做梅花结 首先,每人手上都有一条中国绳子 我们将它们两边的末端对齐 然后拉直 我们就用我们的左手,食指和帽子 拿起大概是这条线的四分之一 拿去头那边 我们拿起它 然后呢 就将这个弧形的顶端 拉到下面 由我们的左手帽子按住 然后呢 就将下面这两条绳子 搭上去 同样 都是用这个左手去拿着 把右边的圈搭过来 对了,现在就变了右手去拿着 对了 把上面的这个洞 穿进去 膠叠了的那个位置 然后在拔中 我们的左手呢 我们的左手呢 就可以拉着这两个圈 右手呢 就拉下面两条线 还有呢 用右手的食指和帽子 把这条线推上去 那当推到实为止呢 那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形成了第一个步骤 那我们可以近镜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结是凸了出来的 而倒转呢 一二三 三个结是凸了出来的 三个结这边是背面 六个结这边是正面 我们把正面对着自己 然后呢 就把这个蝴蝶结 倒转它 那依然呢 六个结这边正面是对着自己的 然后呢 我们就把 左手的手指公 放在这个结的上面 然后把这两条线 踏下去 左手的拇指呢 是为了固定这两个圈圈 现在固定好呢 我们就拆出来 再把左手边这个圈圈 踏上去 右上角 把右下角这个圈圈 穿过 重叠的那两个圈 然后在拆 好像刚刚的步骤 我们左手呢 拿着这两个圈 然后右手呢 把这个结 推 推上去 那我们近镜再看看 这次有什么不同了呢 除了有这一二三四五六个结之外呢 左右下角 和正中的上面呢 都会多了一个结出来 这三个结呢 我们是要拔松它的 那这个的步骤呢 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左右两边这个结 是可以一起拔松它的 大家可以看到 拉一下拉一下 那它就拉出来了 我们的目的是 是希望将这五块的花瓣 可以是拉至一个平均 那呢 当它们拉到平均 差不多大小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可以停了 而这个的梅花结呢 也都完成了 但是下面呢 还是分开了两条 那最后呢 那我们呢 也都可以 点一点点胶水 在这个承洁 的末端那里 那把它们两边 对齐 按住 大概呢 就按过 20至30秒左右 那它们就会完完全全黏在一起的了 那这个的梅花结掉色呢 就完成了啦 但是不是大家都弄完呢 不如拿个制成品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对了 大家都做得很好啊 不知道呢 镜头前面的同学呢 你们又弄不弄到呢 如果你弄不到的话呢 都很欢迎你们来图书馆找我啦 那我也可以帮你们的 我们中文学会呢 就制作这个成结啦 就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将这个的吊息 送给身边的每一位同学啦 那将这份的祝福的心意 就传遍我们整个的敏桥的 那好啦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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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